你或许听过兵马俑的名字 但你知道其中隐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吗 请跟随我们的步伐 一同揭开这段古老的神秘面纱 1974年 中国陕西省林铜县的农民在打井时 意外发现一座巨大的地下军阵 这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 数以千计的兵马俑形态各异 栩栩如生 仿佛一支随时准备出征的庞大军队 尽管考古学家进行了无数次的挖掘和研究 兵马俑依然笼罩在层层谜团之中 谜团一未被发现的军团 首先一个最大的谜团是 兵马俑是否还有未被发现的军团 现已发掘的三个永坑 仅仅是整个陵墓的一部分 据传秦始皇为自己修建了庞大的地下王国 兵马俑仅仅是冰山一角 那么是否还有更多的永坑 隐藏在地底深处等待我们去发现 考古学家依旧在不断探索 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 谜团二色彩的消失 你知道吗 兵马俑出土时原本是彩绘鲜艳的 但这些色彩在接触空气后迅速消失 留下的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灰陶 那么这些色彩是如何消失的 能否通过现代科技手段 还原它们原本的面貌 科学家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利用高科技手段对出土时的兵马俑 进行快速保护和色彩复原 但仍未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谜团三兵马俑的制作工艺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兵马俑的制作工艺 你或许会问 这些高达1.8米重达数百公斤的兵马俑 是如何在2000多年前被制作出来的 考古学家发现 每一个兵马俑都是独一无二的 面部表情和细节都不尽相同 这表明当时的工匠们 运用了高度复杂的制作工艺 尽管有大量的研究 但具体的制作流程和工艺细节 至今仍是谜 谜团四真实身份 再者 兵马俑的真实身份 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这些栩栩如生的陶俑 是否是按照真人的形象制作的 他们代表的是秦军中的普通士兵 还是有具体的历史人物原型 考古学家通过对兵马俑的面部特征 浮视细节的研究 推测出一些可能的结论 但这些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实 谜团五 军阵布局的意义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兵马俑军阵的布局 现有的三个俑坑中 兵马俑按照一定的阵型排列 这些阵型是否代表了秦军的真实编制 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 研究者们通过对比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 试图破解这些阵型背后的秘密 然而 至今仍未完全揭示其奥秘 兵马俑 这一举世瞩目的奇迹 背后隐藏着无数的谜团 吸引着无数考古学家 历史学者和普通人的好奇心 每一个未解之谜 都是对人类智慧的挑战和探索的动力 如果你对兵马俑的未解之谜感兴趣 想要了解更多历史奇观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